好来各位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啊 17世纪末大批的月人就是广东人 相继一路屏东平原地区开墾 他们在涌泉不绝河沟纵横之地建立了村庄开辟水田 村庄外围常沿着河沟 密植树族形成天然防卫界线 村庄之间舍生息相通团结对外 18世纪时有官员向清朝政务报告 他说这些广东人曾经帮助清朝平定明辨 这应该是什么客家人吗 那应该就林爽文事件 那常辖辖辖工致重民性票汉 虽然外有闽人牵制还不至于为非作歹 但是怎样官府只要也需要防汉未然 一方面要划清界线以致月人向外扩张 避免客家人向外扩张 另外一方面要限制移民搬卷来台 以免人满为患 好 这是在讲客家人 资料二 某段有关林爽文事件的记录 他说金娘下旦水 就是高平息 就是今天屏东万丹这个地方 翻覆习符咒 他会做法 他是个女祭司 替人治病 大军供奉三十 聘他为军师 临阵作战时 要他念符咒 祈求神佑 后来大军攻破凤山城 大家都说金娘立了大功 被封为一品祝国夫人 金娘后来却遭到申请 被送往北京 好 然后呢 来往下看 资料三 林爽文事件后 清朝为了加强对丘陵地带的管理 在丘陵与高山之间划定土牛线 就是防止申班出草 在沿线关爱之处 设置爱寮 雇佣岸礼社台中 台中的贫富族 来担任屯丁把守 授予薪资土地 防范汉人越界开墾 同时监控他山地的活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坦白讲这一题应该是由蒂宜老师来回答 但是没关系 我应该可以答得出来 好来看一下 根据资料一 富途中甲乙丙丁四地 何者最可能是广东人建立村庄的地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乙跟丙都算是已经是山路冲击山的末端了 就比较靠近海边 比较靠近下游地带 平原地区 那广东人嘛 广东人是不是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是不是在丘陵地区活动 就是靠近山区的丘陵活动 那丁明显就是山区嘛 所以呢又不是下游的平原 所以甲是比较可选的这个什么 可选的利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答案 没错就是甲